大跃进怎么会变成大饥荒? 天堂的许诺怎么会导致地狱的结果? 实际上,地狱的结果就孕育在对天堂的想象和许诺中, 大饥荒的结果就孕育在大跃进的设计与想象中。 我们来具体分析这当中的历史过程、历史转换。 不可否认,1958年在经济上确实有一个大的发展。 以钢铁产量为例,最初预定要达到1070万吨, 当然落空了,但最后落实下来,还是达到了800万吨。 这比1957年的500万吨,显然还是很大的跃进。 而且,在钢铁生产的推动下,一些基础工业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同1957年相比,煤产量由1.31亿吨猛增到2.7亿吨, 发电量从193亿度增加到275亿度, 净何时候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2.5%。 在农田水利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大中小结合,中央和地方结合的中国现代工业的布局和结构, 基本上也是1958年大跃进所建立的。 所以,对于大跃进应该说两句话, 一方面在经济上有大发展, 另一方面也为这个大发展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并同时带来了四大问题。 首先是资源大破坏,生态平衡的大破坏。 例如森林的大破坏。 为了大链钢铁,而大量烧山毁林, 再加上困难时期的开荒, 都对森林资源造成极大的破坏。 大概从1958年开始, 前后延续了整整四年的大破坏。 依据现今公布的材料, 这种情况是遍布全国的。 比如辽宁张五等线的农田防护林砍掉了70%, 河南省东部的防护林毁掉了80%, 开封县40万亩耕地因此撂荒。 河北孤安县境内永定河下游防护林破坏一半, 陕西榆林, 恒山等线毁林, 抛沙窝达200万亩, 甘肃河西防护林和固沙林砍掉22万多亩, 湖北林木蓄储量减少了34%, 广西1958年因烧炭炼钢砍伐木材达750万立方米, 超过国家计划收购木材10倍以上等等, 这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全国范围的毁灭性大破坏。 为了使同学们有一个感性的体认, 我们根据一篇绿色的悲怆的报告文学做一个具体的考察。 广西省有一个县叫五宣县, 1958年就遭遇一次亚热带原始森林的大劫难。 大陆有一句口头禅, 说穿在苏州, 玩在杭州, 吃在广州, 死在柳州。 意思是说, 中国最好的穿, 玩, 吃, 集中在苏州, 杭州和广州, 而柳州的木材质量最好, 最适合做棺木, 因此, 最好死在柳州。 这句谚语所凸显的正是广西森林资源的重要性, 五宣县就是广西最主要的森林地带。 1948年时, 当地森林覆盖率是58%, 到了1958年几乎全部毁掉。 这个县的盘古村后山坡上, 有一片松林, 有326棵像水缸一样粗的巨大老松树, 坡上树有一块石碑, 上面刻的是光绪二年值, 这是光绪二年老祖宗种下的树。 因此, 这片松树林就成为当时的一个风水宝地, 平常连人都不能去的。 但是1958年大炼钢的时候, 因为要造风箱, 公社下命令要把这些树砍掉。 村子里的老百姓当然不愿意, 排起队来阻拦, 就从别的地方调动了一大群人, 一夜之间把这些树全部砍掉。 全村的人嚎啕大哭。 1958年, 这些树全部被砍掉后, 在生态平衡上造成的后果, 则要隔若干年后才显出来。 从1963年开始到1993年, 全县连续30年出现旱灾。 玉宇则发生大面积的水土流失, 1976年的夏天, 下了一场80毫米的大雨, 全县发生的山崩达到136处。 这确实令人惊骇, 1958年大砍伐造成生态平衡的大破坏, 所产生的后果是影响到后代的。 我还看到一个资料, 云南边远山区有一个发拉村, 到现在都还是非常贫困, 如果问为何贫困, 当地老百姓不假思索地回答, 这是1958年大炼钢铁造成的。 大炼钢铁所造成的毁灭性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的大破坏, 使农民丧失了生存的基本物质基础, 代价是触目惊心的, 用当地人的话来说, 已经殃及了他们四代子孙。 其次, 使资源的大浪费, 代价也非常惨重。 在1962年的一次会议上, 化学工业部报告, 1958年以来, 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是45亿元, 结果这些工程基本上都没有完成, 只完成了部分的工程就达到19亿元, 报费的达到6亿6千万元, 也就是超过一半都是报费或半拉子的工程。 油电部也报告, 有40个腊里头工程, 也就是没完成的工程。 水电部的报告则提到, 1960年全国有300多个蓄水1亿地方公米以上的大型水库, 也没有充分发挥效用。 据统计, 1958年施工限额以上的项目, 共639个建成投产的解28项, 造成了惊人的资源浪费。 这样的资源浪费, 对后来的大饥荒造成很大影响,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粮食的大浪费。 我这里有两个数字, 1958年初, 全国有1亿人投入水利工程, 大链钢铁有9千万人投入。 前面1亿人, 后面9千万人, 一年之内近两亿的人口都要吃粮食, 这样就造成粮食的极大消耗。 另外, 因为吃饭不要钱, 也造成粮食极大浪费。 农民秋收刚收来的粮食, 一年的粮食在约一, 两个月内就吃掉了大部分。 据当时的统计局局长迅募乔1904至2005估算, 农民吃食堂浪费的粮食约有750万吨, 相当于1958年农村供应粮食的11%。 尤其严重的是, 因为大修水利, 炼钢铁, 在秋收季节, 农村的轻壮劳动力全部调去搞大炼钢铁工程, 留下来收割的是老弱富残。 所以, 据当时国家的统计, 1958年的农作物包括粮食和棉花有10%没有收回。 因此, 1958年虽然粮食、棉花大风产, 但并没有大丰收。 粮食全国大范围的大浪费, 是导致后来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之一。 第三个问题, 是造成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 1958年积累率高达33.9%, 造成消费与积累比例失调。 其次是工农业比例失调, 比至1957年, 1958年工业产值增长54.8%, 其中重工业增长78.8%, 农业产值仅增长2.4%。 其三, 是工业和交通运输比例失调, 工业内部结构的矛盾与企业管理的混乱, 造成重大事故不断, 更是从根本上大伤中国经济发展的元气。 最后, 是对农民的大掠夺。 1958年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共产风, 实际上是供农民的产, 掠夺农民。 所谓共产, 是上一级供下一级的产, 上一级平调下一级的财产。 具体来说, 就是国家平调公社, 公社平调生产队, 生产队平调农民。 那个时候, 农村劳动力是可以任意调动的, 国家可以直接下命令, 把农村劳动力全部调走。 当时刘少奇就提到, 江苏省调动三百多万人炼钢铁, 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从农村调去的, 而且完全无常, 不闹待遇, 也不闹什么劳动保险。 对农民的平调格外厉害, 几乎是想要农民什么东西就拿什么东西, 而且不必付出任何代价。 1958年9月, 红旗第七期按照毛泽东的批示, 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的, 河南邓崖山卫星人民公社实行简章, 其中就明确规定, 各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公社, 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 应该将一切公共财产交给公社, 多者不退, 少者不补。 原来的债务, 除了用于当年度生产周转的应当各自清理外, 其余都转归为公社负责偿还, 这是公社内部各生产队, 贫队与富队之间的共产。 简章又规定, 社员转入公社, 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 并且将私有的房积, 牲畜, 林木等生产数据, 转为全社公有, 但可以留下少量的家畜, 家勤, 这是对社员的共产。 有了这样的章程, 对农民的恣意剥夺就合理合法了,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而且, 这在当时就引起了农民的强烈抗议。 这里有一个材料, 1958年8月11日, 河南湘城县孙思堂乡, 有个青年农民, 致信党中央, 尖锐质问, 我们的家犯了什么罪, 来搜查呢? 我们的郭为什么也搜走, 香炉铜器也收走了, 犯了法吗? 为啥有粮食, 不管是节约的还是非法的都没收? 还有人被捆住呢? 这就是军事化。 解放军的军事化, 还是国民党的军事化呢? 当然, 在那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年代, 这样的农民的呼声是不会被听见的, 公社, 大队, 还立案调查, 打架迫害。 这份材料兴而保存下来, 县藏河南省某当案馆, 算是留下了那个时代农民的一点呼声。 这样, 共产风自然越演越烈。 就以我们刚刚说到的广西武宣县为例, 那三百二十六颗水缸粗的松树被砍伐, 却是一个钱都不给, 完全无偿剥夺。 另外, 要炼土高炉需要砖瓦, 怎么办? 就拆农民的房子。 医生令下, 就要农民放弃全部财产, 把房子全拆了, 一个县就拆了八千多间农民的房子, 一个村就拆了七百多间。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有一个姓廖的农村妇女, 她的丈夫是农村学校的教师, 在大跃进时, 就随学校到远处去炼钢铁, 她自己也被调去炼钢铁, 这都是无常的, 她只能挑住箩筐, 一头放住棉被, 一头挑住她四岁的孩子, 到很远的地方去当拉风箱的民工。 等她炼钢铁回来, 房子被拆了, 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原来她离家时, 好好端端的五间瓦房, 现在一个家只剩下满地的瓦砾, 和在风中滚动的纸片。 可以说, 1958年, 农民被剥夺的惨况不但空前, 而且肆无忌惮。 后来毛泽东自己也承认, 如此对农民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是十分严重的, 他并且举例说, 河南有些公社的分配, 国家税收, 公共积累, 管理费用就占了53%, 农民个人所得, 仅47%, 一个公社竟有三几千人不劳而食。 还有材料表明, 人民公社, 大队, 生产队三个层级中, 托产干部高达6000万人, 大体占农村人口7%, 但却占有10%至39%的农村收入。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 1958年, 经济确实是大发展, 但同时带来资源和生态平衡大破坏, 资源大浪费, 国民经济的大失调, 以及对农民的大掠夺, 因此它是一个破坏性的大发展。 问题是, 这种破坏性的大发展并不是偶然的, 而且在中国大陆一再地出现。 今年中国又在经济大发展, 即所谓经济崛起, 但是这个大发展同样以极大破坏为代价, 尽管方式不同, 1958年使用强制的行政命令, 现在则透过经济手段, 其实还是同样造成资源大浪费, 生态平衡的大破坏, 对底层人民, 特别是对农民的大掠夺。 今年关于征地问题, 有那么多纠纷, 主要是因为当年征地没有遭遇到农民反抗, 而现在有反抗了。 可以说, 大陆60年来, 有两次经济大发展, 一次是毛泽东时代, 一次是现在, 这两次实质上都是破坏性的大发展, 这是带有规律性, 一再重复的, 尽管形态, 程度不同, 但基本的性质是一样的。 问题是, 怎么认识这样的破坏性大发展? 大陆知识界到现在还没提出令人接受的说法。 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是, 不承认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 说大发展是这几年的事, 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 而毛泽东时代经济是衰退的。 但这并不符合事实。 据统计, 从1953年到1978年, 中国经济以平均6.1%的速度在发展, 从1952年到1978年, 全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次起落, 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依然达到11.2%。 应该说, 这样的发展速度还是很高的, 而且为今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1965到1975年间, GDP的增长率也在4.7%保持了中速增长。 而且, 文革期间, 钢铁、电子等工业、交通、 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 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 西部新兴工业城市的建设, 也都为改革开放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撑, 这些历史事实是不可忽视于否认的。 然而有的知识分子, 却走向另一个极端, 从而全面肯定, 包括文革在内的毛泽东时代, 并将其美化。 问题更在于, 无论是强调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 还是强调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 两派都不去追问, 这是怎样大发展? 这实际上, 是用经济的发展来掩盖发展的后果, 以及发展背后严重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 人们更不去追问, 为什么在中国60年的两次经济大发展, 都是破坏性的大发展? 都是以生态平衡, 资源的大破坏, 和对劳动者的大剥夺为代价。 这样的发展成果, 非但不能为劳动者所享有, 反而要损害他们的利益, 这个完全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现象, 为什么一再在这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发生? 这背后又隐含住我们现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就来讨论, 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破坏性大发展背后的体制性问题, 让我们进入具体的历史过程。 历史的起点是高速度, 高目标就是短时间内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 我们说过, 这反映了整个中国的民族情绪, 也代表了贫苦农民的要求是有其合理性的。 但是, 它背后还隐含了两个问题, 一, 追求高速度本身, 就必然采取激进主义的发展模式。 二, 在中国的体制下, 高速度, 高目标都被政治化了, 能不能高速度发展, 变成了政治问题, 政权合法性, 路线的问题, 结果产生一系列非常严重的后果。 高速度带来的第一个后果就是高指标。 比如, 粮食毛产要上万斤, 钢铁产量一年之内要翻上一倍等等, 再加上在只要想得到, 就能做得到这类为主观意志论的指导下, 又和内在的要为国家争口气的民族情结纠缠在一起, 很容易形成全党全民性, 从上到下的头脑发热。 因此, 提出许多完全达不到的高指标就是所难免了。 这样的高指标是不可能达到的, 但因为这是政治问题, 于是必然带来浮夸风。 这就是高速度的第二个后果, 高股产。 举个例子, 后来饥荒最严重的河南省, 在1958年实际产量只有281亿斤, 但向中央上报却爆出702亿斤, 与实际相差了二倍多。 1959年, 河南因为有旱灾, 粮食产量降到217.6亿斤, 但还是爆出450亿斤, 成倍数上报。 省一级如此, 地、市、县、乡、公社就更是逐层加码, 完全失控。 报高产之后, 紧接住就出现下一个问题, 高增购与高积累。 在此顺便说一下, 中国在1953年建立统购统销制度, 禁止粮食的自由买卖, 粮食市场完全被国家控制, 农民一年的粮食收成, 扣除维持再生产必须的粮食付出, 以及农民的口粮后剩下的全由国家征收殆尽。 如果农民不够吃, 国家又反过来再把粮食卖给农民。 因为国家用报上来的股产来征购, 倘若高股产, 后果就会很严重。 大家想想刚才说的河南省的情况, 明明产量只有281亿斤, 现在自己上报说是720亿斤, 国家就以720亿斤来制定河南征粮计划, 结果会征收多少? 这时候要怎么完成征收任务? 这又成了政治问题, 而且只有一个办法, 苛口农民的口粮。 所以, 高征购的结果就是苛口农民口粮。 这里有一个数字, 1958年全国粮食时产量只有4000亿斤, 征购任务却按预报的6000至7000亿斤的产量布置, 结果1958至1959年粮食年度, 全国实际征粮为175亿斤, 占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河南省因为浮夸严重, 1958年度征购粮比上一年度增加了56%, 征购量就占了实际产量的40.84%, 1959年征购量也占实际产量的35.75%, 超过全国已经很高的平均量。 此人最多的河南信阳地区, 1959年丘粮只有20多亿斤, 却夸大为64亿斤, 结果分配下来的国家争购任务是9.6亿斤, 地、县、设有层层加码, 比省力任务又多了20%以上, 结果生产出来的过半粮食都被争购, 农民的口粮急剧下降, 一饥荒与死亡就是这么产生的。 据有关研究调查, 三年大饥荒时期, 中国农民的口粮平均每天原粮不超过半斤, 半斤原粮脱销后只有0.35斤, 这还不是纯粮, 多是以红薯瓜材替代。 那时农民既无肉又缺油, 这点口粮就是农民全部热量的来源, 完全无法保证生命活动的需要。 于是, 我们要追问, 为什么国家要实行高争购, 高积累? 首先, 是为了要高出口。 和1957年相比, 1959年全国粮食已经减产2500万吨, 但出口却增加到415万7500吨, 比1957的209万2600吨增加了一倍以上, 为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至1957年间平均出口量的两倍, 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进口量则降低到六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1959年肉, 但, 水果等食品出口, 比1958年增加28.9%, 其中猪肉出口23万吨, 是建国以来出口最多的一年。 1959年, 棉杀和棉布的出口量, 也达到1957年的两倍。 这样的大量出口, 目的是基于换回大量外汇, 以发展工业, 特别是国防工业, 正是在困难时期, 中国开始制造低颗原子弹。 大饥荒年代, 中国国防费用一直在增加, 1959、 1960两年, 皆连续维持在58亿元的高水平。 这背后, 是一条我们一直在讨论的, 富国强兵发展路线。 也同样是为了准备打仗, 毛泽东念兹在兹的, 始终是帝国主义的包围。 因此, 他又提出了粮食要高储备的要求。 恰好是在1960年1月份, 当大批农民正在死亡的时候, 中共中央在一份报告中, 做出一个批示。 中央认为, 在今后粮食生产继续跃进的基础上, 逐渐增加国家粮食储备, 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是可能的。 这正是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之后, 把实际存在的大饥荒, 估计为持续跃进, 因而提出这样的要求, 其结果是灾难性的。 在饿死最多人的1960年, 国家还有数百亿斤的粮食库存。 中国原有饥荒时期, 开粮仓几基民的传统, 但在当时的体制下, 对此却是绝对严惩不殆。 某种程度上, 农民是在国家有大量粮食储备的情况下饿死的, 饿死一百万人的信仰, 当时还有十多亿斤的粮食库存, 许多农民坐在粮仓面前高喊, 共产党、 毛主席救救我们, 但当局就是不救, 很多人就在粮仓旁边倒闭而死, 而不救的原因则是, 国家需要粮食来防备打仗。 这里可以非常明显看出, 富国强兵的路线是以牺牲农民, 甚至不惜以饿死农民为代价的。 高争购的第二个理由是为了还债。 据周恩来的报告, 在经济困难时期, 中国向苏联还债十三亿八千九百万信卢布, 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 但从现在公布的材料看, 苏联当时并没有逼债, 是毛泽东主动提出我们要争口气, 要提前还债。 他问周恩来, 我们欠苏联的债要多少年才能还清? 周恩来回答, 按正常年份, 大概要十年还清。 毛泽东说不行, 延安时期那么困难, 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 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 要勒紧腰带, 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 勒紧腰带的结果是死了更多的人。 高争购的第三条理由是为了园外, 这点大家大概想不到。 正是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 中共成立了专门机构从事园外, 数额也在这一年激增。 在这一年之内, 中共就援助了几内亚一万吨大米, 刚果五千吨至一万吨小麦和大米, 二巴尼亚五万吨粮食。 1962年初, 中国承诺的对外援助高达69亿多元人民币。 这里有个典型的例子, 1962年, 中国经济还没完全恢复, 二巴尼亚向中国要粮食, 当时国内没有粮食, 因此正从加拿大进口大批的小麦。 这批小麦还在返回中国的航途中, 中央一个电报过去就改变航道, 把粮食运到二巴尼亚。 原外的理由, 完全是为了要和苏联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 高增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要支持城市的粮食供应。 1959年底, 北京市长, 也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 在全国电话会议上说, 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 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并要求各地雇大局保北京。 我所在的贵州, 当时挣大批死人, 但还是掉了一亿斤的粮食到北京去。 1960年6月, 国务院财贸办公事报告, 北京的粮食只能销七天, 天津只能销十天, 上海已经基本没有大米库存, 辽宁十个城市只能销八、九天, 城市上百万市民排队购粮, 如果无粮供应, 后果不堪设想。 1961年8月, 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就明确提出了锦农村, 保大中城市方针, 剥夺农民来保证城市稳定, 就成了国家既定政策。 1961年, 中国粮食产量只有2850%, 即使全部留给农民, 农民口粮仪不如1957年, 1957年农民占有口粮3130亿斤, 但1961年, 从农村净掉出粮食383亿斤, 支持城市, 农村人均占有粮食, 比1957年少了123斤, 也就是说, 国家是从农民口里夺出粮食, 以供养城市的。 石油供应更是如此。 1959年春, 石油供应紧张, 于是提出一个方针多头锦不如一头锦, 并且做了明确规定, 不仅生产由菜籽的地区, 其他农村6月至9月连续4个月不供应石油。 在中国的国家同管一切的体制下, 国家不给你就等于没有了, 也等于完全不管农民, 要农民自己想办法。 而且, 1960年又规定, 所有鸡蛋都收购上来, 80%出口, 20%内销, 内销主要是给城市。 当时财政部长说了一句带点调侃, 但其实很心酸的话, 他说, 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不吃鸡蛋。 工农联盟, 工农都不吃鸡蛋。 给谁吃呢? 第一, 首先给在中国的外国人吃, 这是一个面子问题。 第二, 给高级知识分子吃。 第三, 其实更多是给高级干部吃, 当时有所谓特殊供应, 主要是给高级干部, 当然也有高级知识分子。 对此, 刘少奇有一个非常露骨, 也很坦率的解释。 他在1962年说了这么一段话,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 同农民愿意交受的数量之间, 是有矛盾的, 而且矛盾相当尖锐。 如果按农民的意愿, 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 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 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 然后国家才争够, 那么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 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 这些人没有饭吃, 工业化也搞不成了, 军队也要缩小, 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 他说出了问题的实质, 为了保证工业化, 国防建设, 城市稳定, 也就是为了富国强兵, 必须牺牲农民, 即使农民饿死也在所不惜, 这就是中国农民大量死亡的本质上原因。 历史的发展,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从高速度的愿望出发, 导致高目标, 再导致高指针, 又导致高股产, 然后导致高增购, 实际上就是剥夺农民的口粮, 最后导致农民大批的死亡。 于是就有一个问题, 怎么看待这段历史? 怎么看待这样的发展路线? 为了工业化, 特别是发展国防工业, 制造原子弹, 还外债, 支持其他国家, 不惜以牺牲农民为代价。 这些年, 大陆一直在宣传中国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伟大成就, 这对振奋民族精神确实有意义。 但我总是在想它的代价。 我自己是人道主义者, 在我看来, 人的生命更重要。 有些年轻学者则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 认为这样的牺牲是必要的。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当时中国确实处在美苏两大国的包围中。 最近的解密材料证明, 美国政府确实有一个计划, 要和苏联以及蒋介石联合起来, 向中国使用核武器以制止中国制造核武器。 在如何看待这段历史的问题上, 似乎存在住一个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矛盾, 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 我想把问题的讨论再深入一步, 面对牺牲农民以促进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既定国策, 面对饥饿死亡的威胁, 农民有没有反抗? 党和国家对农民的反抗又采取了什么措施? 农民的办法就是满产私分。 这可以说是本能的反抗, 你不是要高争勾吗? 我就隐瞒产量, 生产一万斤, 直报九千斤, 瞒下来的粮食各家私分, 粮食存在自己手里就不怕了。 农民的做法, 得到了农村基层干部的支持, 所以是农民和基层干部联合起来满产私分, 抵制高争购, 进行自救。 毛泽东也看出这点, 他立即做出批示, 一方面承认满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 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 马上变为国有制, 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同时又严厉指示, 公社大队长小队长满产私分粮食一事, 情况严重, 造成人心不安, 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 影响春耕和1959年大跃进的积极性, 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 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必须立即解决。 毛泽东一声令下, 立即掀起一个全国范围的反满产私分风暴, 对原来就已经十分严重的强迫命令风, 更是火上浇油。 我们前面一再谈到毛泽东的社会动员, 在很大程度上仰赖行政命令的强制性, 带有准专政的性质。 于是, 1958年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上海奉献事件, 这个县居然提出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 不完成任务拿头来剑的口号, 结果全县被活活打死的农民有四人, 走投无路而自杀身亡的有95人, 昼夜连续劳动不许休息而累死的131人, 生病不准请医治而导致死亡的205人, 不准父母请假,使生病儿童失去护理而致死亡的411人, 其他因严重强迫命令而死亡的114人, 死亡共960人。 四川一个县的第一书记说得更露骨, 要粮不要人, 要社会主义不要人。 这样的极端口号, 言论虽然是个别的人所提出的, 但却能反映出问题的本质, 1959年因毛泽东的命令而开展的反满产四分运动, 是用专政的手段向农民抢夺粮食, 于是出现了无数人间惨剧。 这都是发生在河南信阳的邪林林的事实, 1959年9月底, 江小湾小队一个队员叫江平贵, 被迫交出家里的一点粮食, 还遭到毒打, 因伤势过重, 五天后就死掉了, 他死后, 全家四口人相继饿死, 1959年10月19日, 陈湾小队的社员陈小佳父子两人, 因为交不出粮食, 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 扔到门外用冷水凝冻, 这父子七天内先后死亡, 家里留下两个小孩, 也被活活饿死。 1959年11月8日, 有一个小队的社员, 因为被认为是违抗领导, 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河南省委书记杨卫平写的, 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 提供了这样的数字, 光山县和黄川县被打致死的有2104人, 被打致残者仅黄川县就有254人。 其实, 在此之前, 1958年10月, 就有一个河南农民在忍无可忍之下, 上书毛泽东, 署名不敢具名, 将他们村里的干部怎么打骂农民, 以至一位社员打到夜间上吊死了。 还要农民学狗熊, 兔子叫唤, 学驴打滚, 进行人格侮辱, 又说村子里有个干部是好人, 他不打人, 但这个干部也受到惩罚, 只能逃跑。 这封信, 可能是毛泽东在一片大跃进的赞歌中, 最早收到的来自底层反映严重现实问题的上书, 他的反应就很值得注意, 毛泽东在批示里, 一则说这种情况, 肯定只是少数乡村友, 可能不到百分之几的乡村, 二则表示仍然要注意, 要加以调查研究, 做出处理, 通报全省, 引起注意。 三则嘱咐, 不要以使人害怕的态度, 去公布和处理。 处理要细致, 否则犯错误者, 主要是那些犯了较轻微错误的同志们, 会感到恐慌的。 看来毛泽东还是更为这些打人的干部着想, 毛泽东心里明白, 他们是奉命行事, 包括自己的命令。 但我们却要追问, 为什么这些干部能够肆无忌惮地用专制办法对待农民? 这就涉及到上次说过的五七体制中的第一把手专政, 不仅是党中央主席毛泽东自上治下党的各级, 包括农村基层的第一把手, 都拥有不受限制, 不受监督的绝对的权利, 这就形成大大小小的王国, 书记就是土皇帝和阎王。 当时安徽无为县委第一书记, 就在全县公社第一书记会议上公开说, 你们是第一把手, 等于是一把刀子握在你们手里, 要怎样砍就怎样砍。 其他书记, 副书记提意见要顶回去, 严重地要给他们处理。 就是在这第一书记专政下, 无为县后来成为安徽死人最多的县份之一, 死亡人数达到28万人。 更重要的是, 1958年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 实行政设合一, 把生产组织和国家政权组织合而为一, 于是农民的一切, 从生产、流通、消费到生活, 全部都受基层党组织控制。 食堂制更是把农民基本生存权, 吃饭的权力控制在书记手里。 所以, 有人说, 这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 不听我的话, 就不给饭吃成了干部的有力武器, 也成了干部惩罚农民, 控制农民的基本, 甚至是主要的手段。 于是, 又有了一个个代写的记录, 1959年10月, 信仰农民阮祥海, 因为没听干部的话去捡牛粪, 被捆打之后不给吃饭, 他饿得没办法, 去食堂拿点花生吃, 然后当场被打死, 顺便说一点, 毛泽东也用这样的方法对待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真要不听话, 就不给他饭吃。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物理学家, 他是李正道的老师, 叫树兴北, 他是个非常倔强的人, 怎么也不肯低头, 但到最后, 为了要吃饭, 特别是他的子女要吃饭, 还是屈服了。 这样因饥饿而屈服的知识分子, 在那个年代不在少数, 饥饿也成了毛泽东的统治手段。 一方面有权不给农民吃饭, 另一方面, 又有权掌握一切生产数据和生活数据, 再加上无人监督, 这就大大便利了干部的多吃多战, 造成了干部的腐败。 尽管当时还处于初级腐败阶段, 但这在饥饿的年代, 却是最容易引发重怒的。 农民有句话, 我们恶种了, 干部吃胖了。 信仰死亡一百万人后, 有人做出几个统计, 很能说明问题。 一, 男劳力比女劳力死得多, 二, 农民死得多, 干部死得少, 三, 五类分子, 前住, 即地主, 富农, 反革命分子, 坏分子, 右派, 又比一般农民死得多。 像河南黄川县一个大队, 死亡率近24.9%, 劳动力死亡率为49%, 但干部只死两个人, 群众反映, 这两人是好干部, 没有多吃多战。 除了满产私分, 农民还有一个通常的自救手段, 就是家庭自救。 这是中国的传统, 一旦遇到灾荒, 每个家庭自己来救自己。 但是在人民公社制度下, 家庭已经被空洞化了, 家人不仅生产不在一起, 吃饭也都在食堂, 家里是不开火的。 家庭被空洞化的结果, 是农民最后的自救一条路, 也被堵住了。 农民自己到田里去挖野菜, 挖来的野菜, 却必须搅到食堂去吃, 因为家里不准开火。 那时候, 村里的干部每天都四处巡查, 看哪家冒烟, 便冲进去把饭抢走, 说不定把锅也砸了。 农民最后一条自救的路, 逃荒。 逃到附近有粮食的地方去, 这也是中国传统应付灾荒的办法, 但公社体制也不允许人们这么做, 它要封锁饥饿的消息, 不让外面的人特别是上级知道。 信阳地区游政局, 就根据地委的指示, 扣了一万两千多封向外求援的信件。 有一个党支部, 二十三个党员饿死了二十个, 剩下三位党员给省委写了血书, 请求救助奄奄一息的农民, 信不但被扣押, 还遭到查处。 为了封锁消息, 各地都到处设置港哨, 民兵把守, 不许人出去。 有的人逃出去了, 政府还有另一个办法, 就是把逃亡出去的农民称为盲流。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 1958年已发布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指示, 严禁农民外逃, 还实行劳动收容制, 农民一进收容所, 更是没有饭吃。 锦信阳市就设立了数百个收容所, 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 同时, 还有户籍管理制度。 农民若要外出, 必须请假, 要住旅社, 大火车都必须有单位证明, 没有一大堆的证明, 人根本出不去。 即使要到城里的亲友家, 住宿超过三天以上, 就必须向所在地派出所报告, 超过三个月就要有公社证明。 户籍管理制把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 透过这种制度性的控制手段, 农民逃亡也无路, 最后只能坐以待毙, 真的是置之死地而不顾了。 以上的讨论已充分揭示了, 造成大饥荒、大死亡的体制性原因。 因此, 将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灾难, 完全归之于自然灾害与苏联撤走专家, 是违背基本历史事实的, 这是一种蓄意的遮蔽。 但如果为了突出体制的责任, 而根本否认自然灾害的存在, 恐怕也不符合事实。 研究者还注意到, 毛泽东1961年9月23日, 对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 对灾情的估计, 所谓旱灾, 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旱。 今年旱灾最严重的是四川、 湖北、 安徽, 就是长江流域。 1961年, 刘少奇到湖南家乡调查的结论也是, 天灾确实存在, 但并不都像想象中那么严重。 现在看来, 刘少奇当年的判断, 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 是有一定根据的。 也就是说, 天灾确实存在, 但主要原因是人祸, 而且是体制所造成。 这大概比较符合实际。 总结是, 从大月进到大饥荒, 是一个历史命题的展开过程, 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的必然结果。 其开端是理想主义的, 但却内含三大问题。 第一, 空想社会主义的设想, 本身就脱离实际, 违反客观规律。 第二, 它又内含住一个富国强兵的现代化逻辑。 它是以牺牲农民为前提与基础, 经过一系列历史过程, 最后高增构将农民逼到饥饿死亡的绝境。 第三, 人民公社体制极大的强化了一党专政。 它以专政获准专政的手段对付农民, 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一切领域、一切方面, 一直到家庭, 对农民实行全面控制, 最后堵绝农民一切自救之路。 斯大林的模式总结成一个概括, 说它是用野蛮的方法在一个野蛮的地方来实行文明。 现在, 我们也可以说, 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是用超度野蛮的方式来实现空想的文明。 我们的马亚的弟子使用的非知名法在一个野蛮下方式来实现空想第二次看到的投幅, 所以, 我们的马亚的侧将参考金平民, 感谢观看